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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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鉄鼎噐化爐興建說明會 牆內牆外炒成一團 現場推擠拉扯 反對民眾想要入場 卻被擋在門外 也有地方民ioni带要從側門衝撞 碰碰碰脆弱的木門 插點被撞破 援警黨能再度引爆口角 解頂公司在張濱工業區 舉辦動工前的說明會 反對興建的環團和自救會 動員近500人到場 希望讓說明會留會 而業者這邊也有備而來 一群年輕的支持者 早早就抵達站位 讓會議是客滿 陳抗進不去雙方爭風相對 環團也質疑 選前中央不是說不蓋 怎麼選舉後又要蓋 彰化線不大 卻已經有9座焚化爐 密度全台最高 裝品還需要再蓋2座嗎 聲援抗議民眾 藍綠白 明代都到場 我們這裡有養殖業 有落農業 有農業 大家都擔心說 我們的產業受到影響 沒有辦法讓不支持的民眾進去 這就不是一個有效的溝通 到殼殼 炸雞蛋 環團表達不滿 但業主金鼎認為他們合法得標 經過環評程序不懂錯在哪裡 依法舉辦說明會 會中正反意見均有陳述 就算走完了流程 我們下一個動作 我們就會依現在的法規 跟相關的程序裡面 申請建造跟相關的許可 金鼎表示新建後的焚化爐 處理工業廢棄物 承諾環評自主加嚴 比現行法規更嚴格 歡迎各界監督解釋 民視新聞 許家成 蔡瑞言 林鮮明 彰化報導 金鼎滾出去